镜头转回到台湾 昨天晚上的一场大雨 造成南投县渔池乡一处香菇寥倒塌 农民整年的辛苦几乎化为乌有 村民们现在卷起袖子 帮忙菇农抢救香菇 而村长希望能够国军协助抢收 让农民不至于血本无鬼 南投县渔池乡11号下了一场长达半个小时的暴雨 除了暴雨外还有怪风吹袭 造成渔池乡大林村一处香菇寥倒塌 隔天一大早20名村民自动自发前来帮忙 抢救周围外露的菇包以及抢收香菇 菇农虽然心痛 但看到村民们的一举仍感动不已 大概就是昨天那一阵花太大厨 那一阵花太大厨了 还有一阵花 还有一阵花 你预估损失多少 你如果香菇寥又爆了四五八万 香菇寥倒成平地 20多万个正准备采收的香菇包 现在已经倒塌的菇寥中 估计损失超过500万元 農民一年多的心血就這樣一夜泡湯 直說這樣的情況真的很少見 派一家阿扁瓜來 因為這完全都要靠人力嘛 所以說有辦法派一家阿扁瓜來幫我們協助我 村長表示農業補助的門檻太高 現階段只希望能夠盡快幫助農民搶救 將求助於集集兵整中心的國軍 能夠幫忙救援 讓農民的心血不至於化為烏有 聯合報李承穎南投報導